早安你好 欢迎收看早安八点 早安加分 佳凯早安 小芬 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关心天气之前呢 先提醒一下 对 今天是一个大日志 对 男生也好好的表态一下 看到玫瑰花 有没有 提醒就是今天是白色情人节 对 白色情人节 很多情人节 二月有情人节 白色情人节 然后还有七夕的情人节 白色情人节已经变成情人的人 是不是就不用过了 好像也是要耶 为什么要 白色情人节是表白心意的情人节 那已经在一起了 还要过白色情人节 你觉得女生看到别人有礼物 没礼物的话会不会开心啊 对 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男生为难的地方 你看一年十二个月 可是要抓好 你看一年十二个月 二月份西洋情人节 三月份白色情人节 四月份没有啦 清明节 清明节不算啦 接下来就跳到七月份 农历七月份 七夕情人节 然后接着还有耶诞节 对 耶诞节 耶诞节 这四个都要送礼物 对 那还有生日啊 生日啊 对 五个月你看 一年才十二个月 五个月就要送礼物 还好没跟你过国历跟农历 你看男生怎么存钱嘛 好 这白色情人节 其实就是商人搞出来的 对嘛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白色情人节 对 这是因为呢 日本的一家甜点名店 然后它叫做食春万圣堂 就是从它开始的 对 然后呢 它就是说 你原本二月十四号 你送了这个情人节礼物嘛 对 表白了嘛 你要回礼啊 所以我们有出一种东西 叫做白色的糖果 然后所以这个就叫 取名叫白色情人节 要促销自己的商品 过了一个月才回礼 太慢了 要思考一下 想一下 对 对 然后后来演变成呢 这个回礼的时候呢 也可以表现出你的心意 到底是什么 对 回什么礼不一样 代表意思不一样 这个事实上也还不错啦 因为有时候你 不好意思讲 开口 开不了口嘛 对 对 不好意思表白嘛 送个礼就代表着 很有礼貌 我们看如果说 你不太喜欢人家的话呢 人家先送你了嘛 你要回礼你就送 这个是 今天是回礼嘛 对 回礼啊 2月14号是收礼嘛 对对对 今天是回礼 看你要回什么 要想清楚哦 对 要想清楚 一个月咯 一个月的时间呢 已经想得够清楚了吧 不要想说甜的就买哦 像棉花糖就是 我不喜欢你 然后 来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好了 对对对 软软的 就是碰软钉子啦 对不对 棉花糖 棉花糖还有什么软的 软糖 软糖 对对对 这两个软的 就碰软钉子啦 就是说 不要跟你交往的意思啦 对对对 那如果说 想要保持朋友关系 维持现在就好了 所以我们再发展看看 对 不太同意跟你 现在就交往了 就用饼干 饼干 还是朋友 对对对 另外就是 这个也是暧昧 马卡龙 我想一下 对 就是这两个 其实都是属于 这两个其实都是 属于中性的啦 还有这个 巧克力也是 就是原本 如果你们是 恋人爱人的关系 就维持原本 马卡龙 巧克力 还有饼干 对 就是维持现在的关系 看以后的发展 如果觉得好的话 再继续 对 那如果说 真的是很喜欢它的话 杀掉你 杀掉了 送糖果 杀掉了 送糖果 对 然后最好是白色的 然后另外还有白巧克力 是 就是对你专心一意的意思 对 原来 从这个礼物来读心意啊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就是认定的 好 那除了 你应该有送过这个吧 送哪一个 你应该有送过啊 糖果啊 送糖果 对啊 没有 没有啊 没有送糖果 我们这个年纪应该送红包啊 然后珠宝比较适合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你还没有到那个年纪的啦 好 那提到情人 如果要去过节的话 对 怎么过 地点要好好睡 听说有些地方不能去 去了以后呢 容易分手 月老救不了你 对对对 好 可以看有哪些地方 北部的话就有淡水 渔人码头 为什么 为什么 听说它有一座这个桥嘛 这个情人桥 你过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牵好手 记得不要回头 还有不要回头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会有打灯嘛 就会有灯你的变化 然后每次变到绿灯的时候呢 就小心了 不要直视对方 不要看对方的脸 你一回头它变绿色了 你就吓一跳 据说是这样子 对就会分手 据说是这样子 对对对 不过这地方就是很浪漫啦 有夕阳啊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另外还有石门的十八王宫 是 这个因为旅栋宾嘛 对不对 这不是旅栋宾啦 不是吗 对 这是十八王宫庙 十八王宫好 但是如果是适合的这一对 他还是会成全啦 对没有这么小气 没有百分之百啦 不过这个都是也算是迷信的一种啦 对啦 另外还有壁坛吊桥啊 这全团真的是很多啊 北部厂有这些 那另外来看看还有哪一些呢 嘉凯的故乡 对 听说八卦山会这样子啦 我也不知道啊 但你不是说你有去吗 我有啊 我带我太太去过啊 彰化大概比较可以走一走的 大概就八卦山嘛 打破迷信了啦 对啊 去的到现在啊 听说很多人还是去那里拍 那个结婚照 或者是站在别人厌我 对啊 所以虽然说有好几个地点啊 但是基本上还好啦 这个大概也是 呃 讲讲的啦 听听的就好了 不要太过迷信啦 对 没有错 情人 这是真爱大挑战 没关系就带情人去 对 所以大家只要 心里面稍微想一想 每一个人都不是说 完全的都是优点 他一定会有缺点 对 那只要你想说 互相包容缺点 大概就可以再走下去 对 包容很重要 对啊 一定会有缺点的啦 不可能没有缺点的啦 对的 比如说啦 睡觉会打呼啦 很多啦 生活当中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比如说会很 很爱乱买东西啦 对不对 好 我要跟大嫂讲一下 我不是在讲她啦 你不要乱讲啦 你不要乱讲啦 我不是在说她啦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俗言 也是跟这个爱情有关系 对 对 人家说台湾一年世纪最热的 就是国立的七月八月 夏天啊 对 最冷的是国立的一月二月 对 最热的是国立的七月八月 国立的七月八月是农历的 农历的六月七月 农历的六月七月 所以台语有一句话讲说 六月火烧烈火 七月哪烘烈 就像是夏天的天气 对就是六月七月这两个月 是最热的 知道这一句话以后 这个爱情的一个土 青秋六月火烈烈 你如果要说青秋 热恋的时候 青秋七月的烘烈 也可以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6月7月都可以 但是波到波到路 其实音都可以 都可以 青秋七月的烘烈 也可以啦 好 另外呢 这个是什么 失恋 你会练啊 你练啊 这个很难耶 心软的痛苦 是 这后面呢 青秋 香蕉皮会刺 不是啦 不是啦 青秋 青秋 咖嚼 酒头 咖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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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嚼咖嚼 咖嚼咖嚼咖嚼 不舒服 然后又很痛 对不对 这就是 脚底按摩 一个是失恋 一个是热恋 对对对 因为今天是 白色情人节的关系嘛 那到晚上很多人 可能要去过节啦 你要呼吁什么吗 没有 呼吁要小心喔 我说呼吁说 天气的状况 要多加注意啊 是是是 早晚都还是冷冷的 还是冷冷的 接下来就自己想就好 好 赶快把时间交给家看啊 好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的 海生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嘉义市区 另外在高雄 这部分地区是来到橘色的 代表呢 对过敏的人是比较不健康的 另外在气污方面呢 早晚都还是偏凉 有一点冷的状况 那马祖金门 澎湖现在12 18度 台湾本岛这一带 云量比较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阳光 当然没有昨天阳光来的强 白天的温度 可能有些地方就有稍微下降 但是有些地方也有稍微上升了 今天清晨差最多的是 云量变多了 辐射冷却的效应 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没有像昨天这个苗栗 出现很多地方 都这种5度多 6度多 7度多的低温 所以可以感受到 这种辐射冷却 所造成的低温的效果 还蛮强的 那至于说 在整个天气系统呢 高压在北边 逐渐的要移动出去 事实上 现在东北风的强度 跟昨天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差别最多的就是天空的云量 水气比较多一点的云量变多 不过还好 因为整个东北风冷空气 原本就不多了 所以说这种云量比较变多 阳光变弱了以后 只不过感觉上 稍微有一点点 凉一点点的状况而已 等到今天晚上呢 高压移动出去了 东北风会再逐渐的减弱 下一波东北风增强 大概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 那至于降雨的状况 卫星云土 看看云层发展的情形 今天中国道路 华南这边很多的云层 往台湾这边移动进来 原本的云层位置比较北边 那后来南边这边 也有一些云层进来 所以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 台湾上空的云量就比较多了 但是呢 这些水气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层的 对地面而言呢 没有带来直接的降雨 那相对的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可能就会碰到一点短暂雨 像是在山区 雷达再来看一看 这些云层下雨的状况 雷达打出去了以后呢 所收到的讯号是呢 这边有一些水滴雨雨区 在移动进来 但是这些水滴 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层的 因为雷达打出去了 又太后一个阳角 这里收回来的讯号 这里水滴应该都是属于中层的水汽 所以在山区会有一点短暂雨 对平地而言的话呢 应该降雨呢 不会说很明显 纵使有些地方碰到下雨的话 应该也只是飘一点雨了 明天在北部这边 可能就会有一点短暂雨了 但是真正降雨 比较明显的开始增多 应该是下个礼拜一的封面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气象署所预估出来降雨 这个是今天的白天 山区有一点点这种零星的这种短暂雨 但是量都很少的 那紧接着今天的晚上 到明天礼拜五的清晨 台湾上空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的 礼拜五的白天呢 这个北部这边 有一点点下短暂雨的这种状况 但是也不是说很明显的 那到了这个礼拜五的晚上 礼拜六的清晨 台湾上空又几乎没有下雨的情形了 那至于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 还有温度上面的变化 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那最主要呢 是在今天主要雨在山区 那这个明天 北部这边有一点水气增加了 有一点短暂雨 紧接着到礼拜天都比较稳定 下个礼拜一封面先来了 下个礼拜二东北风增强了 所以这个时候 北部东部可能就会有一点短暂雨了 那在气温方面来看的话呢 今天白天开始 东北风会有减弱的状况 但是因为云量变多了 温度没有往上升 跟昨天比较差不多 东部这边稍微上升一点 大概可以一直维持到礼拜天 基本上温度是有缓慢的在往上升 礼拜一封面来了 后面有跟着东北风进来 所以到时候呢 这个温度就开始下降 下一波的冷空气 目前来看大概是东北风 也是可能稍微接近冷气团的标准 会不会再增强变成为冷气团 这个当然 最近这几天再来观察看看 那至于中部还有南部地区呢 未来这一个礼拜中南部的天气 基本上都还蛮稳定的 大概就是晴到多云 那气温方面的话 也都有缓慢的在往上升 但是可能要注意的是呢 这个早晚 特别是一大早 还是有一点冷冷的 下个礼拜一 冷空气刚下来 所以对中南部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下个礼拜二 礼拜三 这个温度也会有稍微下降的状况 最近这几天可能要注意的 还是温差比较大一点 虽然辐射冷却的效应 没有那么的强了 但是一大早还是有一点冷冷的 再来看看今天各地区 详细的天气预报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今天云量比较多了 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阳光 高温来到23度上下 另外在中部这边 秦道多云也是一样 云量比昨天多 高温也是可以来到23度左右 南部地区也是云量会变多的 但还是可以看得到阳光 高温台南高雄23 24度 屏东来到26度 东半部来看的话 也是属于多云到秦 高温方面大概就21 22度 外岛的本湖金门还有连江 也是秦道多云 高温大概就差不多在19度上下